車禍現場一片混亂 計程車車尾嚴重變形 宛如一團廢鐵 司機已乘客受困在內 後座男子被浮出車外 但前座司機表情痛苦 動也不動 消防員到場出動破壞器材 緊急將人救了出來 計程車司機不斷哀嚎 被台上擔架送醫救治 另一邊肇事黑色休旅車 車頭全毀 駕駛一度昏迷車內 意外發生在十八號凌晨 休旅車駕駛從建國高架 嚇辛亥露時 車速過快追撞計程車及貨車 導致三人受傷緊急送醫 碰一聲 然後再來就一直碰 就不然就被罩回下來 就這裡面 就司機有一個全車卡在裡面 那個駕駛昏迷不及 路口監視器拍下 休旅車完全沒有煞車 高速往下衝 撞上計程車後 反轉一百八十度卡在分隔島上 計程車則在被撞後又撞上前方火車 BMW的駕駛 它下坡的時候是沒有減速的狀況 所以撞擊的時候其實力道是滿大 那導致這個車禍的車損其實算是滿嚴重的 休旅車駕駛和計程車乘客搶救後沒有大礙 而司機仍在昏迷當中 肇事駕駛向警方公稱 當時身體不適才會失控追撞 但一時晃生卻讓無辜被撞的計程車司機 還在鬼門關前徘徊 記者夏軍程許志成台北報導